这期继续分享小镇第93篇 散会之后 大家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会议室 因为这场会议的信息量太大 在场开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 向外散播了这次会议的经过 陈同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王如烟就这样 被市纪委的人带走了 不出意外的话 根本就不是新城市纪委在办他的案子 因为现在市纪委是个什么情况 市纪委书记铁文利 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老陈 你小姨子在哪里结婚呀 我们中午去捧个场吧 钟向辉出现在了 陈同海办公室的门口问道 陈同海刚开始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是钟向辉 在听他这么一说 于是赶紧站起来推辞道 我小姨子就是在酒店举行个婚礼 没有什么大的仪式 钟局长您就不用去了 陈局长 您是怕我不给分子钱吗 你放心 分子钱一分都不少 钟向辉笑了笑说道 但是不管陈同海怎么推辞 钟向辉依旧坚持要去 陈同海无奈 只能是告诉了钟向辉婚礼举行的酒店地址 钟向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 把李敏叫了进来 你盯着点 看看陈局长什么时候走 等他走了之后 你通知各个科室中午吃饭的时候 要求着郑庄 去陈局长小姨子的婚礼吃喜宴 别忘了带分子钱 钟向辉说道 钟局长 这不合适吧 我们这么多人如果穿着警察的制服去吃喜宴 只要是被人抱出去 李敏说到这里的时候 看向钟向辉 钟向辉不以为意 只是不易觉察地笑了笑 回头就从衣服架上 把自己的警察制服拿了过来 李敏一看钟向辉要穿制服了 下意识地走了过去 帮助钟向辉把制服穿好 包括帮助他把每一个扣子扣好 到底是伺候过领导的人 这眼力劲就是不一样 钟向辉笑了笑说道 李敏的脸一下子红了 他听出来钟向辉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除了讽刺没有其他的味道 对不起 钟局长 没事 你做得很好 我这是夸你 没有别的意思 行 我看陈局长的车走了 你去通知其他人吧 中午吃饭的时候 除了留下值班的其他人都去 谁不去扣谁的钱 钟向辉兴致勃勃地说道 陈同海和王如烟还不一样 王如烟这个人对钟向辉意见很大 而且自从钟向辉到新城市公安局以来 他在背地里使绊子也最多 所以钟向辉逮住机会就会咬死他 李敏就是咬死他的那条狗 其实这是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因为王如烟的排名就在扎文道之后 扎文道走了 本来王如烟以为自己能够升任局长 这一切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且自己还在兼着权力比较大的刑警队队长呢 无论怎么说 轮也该轮到他了 但是没想到上级把一个乔平安空降到了新城市公安局 如此王如烟的局长梦碎 后来全平安出了车祸 据说还挺严重 王如烟想当局长的心思又一次生疼起来 但是这一次还没生疼很久就被打回了原形 一个比他更年轻 更没有工作经验的钟向辉 仗着有市长柯正清的支持 空降到了新城市公安局任局长 这就等于是其在他这个副局长头上拉屎局里已经有很多人在议论了 都说这一次差不多应该轮到王如烟局长了 可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他还是缺少一个可以为自己说话的后台 不像是钟向辉这样 柯正清是真的挺他 所以王如烟对柯正清和钟向辉的意见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为有各种意见和不满 所以王如烟对钟向辉才处处撤走 但是陈同海不同 陈同海分管的是治安 虽然现在新城市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 但是陈同海对于钟向辉并没有多大的意见 因为前面王如烟顶着 还轮不到他出头 所以钟向辉对他也没有用那么激烈的手段 手段虽然不激烈 但是依然很卑劣 中午11点40分 陈同海小姨子的婚礼 正在新城市最豪华的西尔顿酒店隆重举行 婚礼正在进行的时候 钟向辉带领着30多位身穿警察制服的新城市公安局干警 走进了西尔顿酒店典礼大厅 开始的时候 酒店大厅里一下子惊呆了 还以为警察临检呢 但是等到说是来参加婚礼的 于是肆意将钟向辉和30多名警察都请进了典礼大厅 此时 陈同海坐在贵宾席上 他听到大厅里一阵骚动之后 向大厅门口看去 当看到钟向辉带着30多名身着警察制服的警察来参加婚礼的时候 他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 但是人家是来参加婚礼的 并且随了份子钱 怎么也不能把对方赶走 而且现场那么多人 有不少人举起了手机 因为他们不知道警察来干啥的 但是等到警察坐下来参加喜宴的时候 他们才想起来 原来新娘的姐夫是新城市公安局副局长 这些人都是来参加副局长小姨子的婚礼的 于是 婚礼继续进行 但是台下的宾客已经不淡定了 有很多人觉得 警察在这个时候穿着警服出现在婚礼现场着 实不合适 新郎新娘都不是警察 这些警察多半都是看着副局长陈同海的面子才来的 那么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猫腻 这就值得玩味了 你这些同事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不是说到时候单独请他们吗 陈同海的老婆看到陈同海的脸色不好 于是低头问道 别管了 婚礼举行完之后再说吧 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 王如烟被市纪委的人带走了 当时钟向辉就在现场 他一点都不惊讶 我怀疑这背后就是钟向辉倒的鬼 陈同海叹了口气说道 你没有问题吧 他不会针对你吧 没有问题他也会找出问题来 你没看到吗 这就是针对我呢 这么多人穿着警察制服来吃喜宴 你觉得这是传出去对我是个什么后果 陈同海常常地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胸口闷得慌那怎么办 赶紧让他们走吧 陈同海的老婆恍然也明白过来 立刻说道 他们都是我的同事 还是钟向辉带过来的 如果这个时候把他们撵走 就等于是得罪了全局的人 我在局里还怎么混呀 所以这是个哑巴亏 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打掉了牙网肚理咽吧 等到后面婚礼结束之后 我再想办法 陈同海是在安慰自己的妻子 也是在安慰自己 他觉得 这是钟向辉有意为之 如果他真的是诚心诚意来参加婚礼的 就不应该搞得和阅兵似的 让所有的同事都换上警察制服 去酒店吃酒宴 而新郎新娘又不是他们的同事 这里面的关系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这个人还真是坏透了 老陈你要小心一些 钟向辉的妻子 有些担心地说道 陈同海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事到如今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但是钟向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即便是其他人没有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他也安排了自己的人 那就是魏金明躲在暗处 将这些警察出席 陈同海副局长小姨子婚礼的视频发了出去 震惊 公安局副局长小姨子结婚 全体同事到场捧场 震惊 公安局副局长小姨子结婚 全体同事必须随分子前 震惊 这种震惊体特别能够博眼球 所以婚礼刚刚结束 关于这场婚礼中警察穿制服出席婚礼的事情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不但有文字 还有视频和照片 很快 为什么这么多的警察会出席这场婚礼的原因也被扒拉出来 因为新娘是新城市副局长陈同海的小姨子 陈同海此时窝在办公室里 不断地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 希望在媒体行业工作的朋友能够为他说句话 至少能够把那些造谣的视频和照片文字删除掉 但是这是一个大新闻 老百姓看的就是热闹 所以 这个时候 如果把所有的文字视频材料都删掉的话 对陈同海来说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如果你心里没鬼 你怎么会要求删帖删文字呢 老百姓就更加不干了 于是在市纪委带走王如烟的第二天 陈同海也被立案调查 一连两天 新城市公安局两位副局长被带走调查 对新城市公安局全体警察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 别的不说 从钟向辉上班 这些警察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之前 这些警察看到钟向辉 也只是稍微停一下脚步 点点头而已 但是现在钟向辉走在新城市公安局大院里 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向他敬个礼 问一声中局长好 钟向辉点点头 微笑一下 会挥手你小子 我总算是没有看错人呀 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呢 没想到你这雷厉风行的还挺厉害 钟向辉向柯正清汇报工作的时候 柯正清由衷地高兴 这就证明了一个问题 官场上的斗争并不是讲究谁的拳头硬 谁就是老大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规则体系内 谁的心眼多谁就是强者 所以钟向辉从始至终都在示弱 让公安局的四个副局长都看不上他 但是当他准备好了所有的证据之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两个人送到了纪委监委 从他们以往做的事情来看 他们这辈子再想出来已经很难了 都是同志们准备证据准备的充分 尤其是纪委的同志们配合的比较默契 这一点我觉得你还是要给铁书记打个电话 钟向辉最后建议道 这个你放心吧 我早就和他打过电话了 在电话里沟通了很多次 他觉得从公安局动手也好 首先把公安局内部的蛀虫都挖出来 让公安局先稳定下来 否则的话其他领域中动手的时候 还需要公安局坐镇维持秩序的 柯正清说道 那就好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柯正清皱眉问道 我打算明天去一趟红山 这几天铁书记都在红山办公 我去见见他 看看我们这两位副局长到纪委之后 生活得怎么样 二来我想去见见扎文道 钟向辉说到这里 柯正清抬手制止了他 你的工作计划不用向我汇报 我相信你不会乱来 而且你现在是新城市公安局局长 一定要想办法把公安局内部稳定住 否则的话就没有力量向外维持秩序 柯正清非常信任钟向辉 柯正清对钟向辉的信任来自于钟向辉办事的能力 说句实在话 刚刚把钟向辉推到新城市公安局局长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柯正清没有一天晚上不失眠的 但是现在看来今天晚上倒是可以睡个好觉了 他生怕钟向辉做事不周全惹出大的麻烦来 到那个时候他这个推荐人责任是跑不了的 但是担心归担心 从目前钟向辉做出来的成绩 看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 钟向辉的工作能力依旧是这么强 不出 守则已 一出手就会惊天动地 扎文道 这个人是只老狐狸 你和他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掉到对方的坑里 柯正清嘱咐道 柯市长您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钟向辉非常谦虚地问道 暂时没有什么事情了 等我想起来有什么事的时候 我会给你打电话 有什么事我们要及时沟通 离开市政府办公室之后 钟向辉刚刚坐进自己的车里 就接到了魏金明的电话 两个人见面之后 魏金明又把更多的证据材料 交给了钟向辉 这些是关于陈同海的 手里拿着这些东西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见铁文利了 而且 铁文利还得非常感谢 他找到了这么多的证据材料 陈同海这个人还是挺有料的 他家里的现金快堆满一屋子了 很难想象 一个县级市的公安局副局长 能有这样的捞金能力 魏金明叹了口气说道 你又不是没见过这么多钱 当初在杨良平的房子里 不是比这多得多吗 钟向辉笑问道 新城市公安局两位副局长接连落马 一时间成了红山市最大的新闻 而当从陈同海和王如燕家 抄出来数额巨大的现金时 更是让红山市的老百姓叹为官职 但是这些事情 对于新城市的老百姓 就有些司空见惯了 新城市的老百姓有一句谚语 把新城市这些当官的拉出去 排成一对挨个枪臂 可能会有冤枉的 但是如果隔一个枪臂一个 肯定会有漏网的 这么多年来 新城的反腐工作 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但是自从新城市的市长换了之后 新城反腐工作有目共睹 新城的老百姓 也逐渐开始关心政治了 只要是老百姓关心政治了 那么反腐工作 就进行的比较容易了 怕的就是老百姓对现状已经麻木 你无论怎么说 他们都不会再相信你 那样 反腐工作只靠纪委监委检察院反贪局 这些部门根本就是无力应对 第二天上午 钟向辉到办公室 让李敏把准备好的证据材料带上 又叫了局里的司机 开着钟向辉的车去红山 李敏在局里的风评不好 钟向辉可不敢单独和他在一起 免得又被传出去 李敏拿下了新的公安局局长 如果是那样 自己就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干净了 李敏拿着证据材料 走进钟向辉办公室的时候 钟向辉正在办公椅上坐着擦枪 局长 你没事摆弄这玩意儿干嘛 这么危险 小心走火啊 李敏非常关心地问道 新城的局势不太平 有这玩意儿防身还是比较好的 钟向辉也懒得和他废话 他们今天要去见的是扎文道 顺便去见一下铁纹利 但是钟向辉心里很清楚 以现在新城的治安形势 自己还是要小心一些好 免得被人算计了 局里的司机开着钟向辉的车 驶向红山市 李敏坐在副驾驶上 钟向辉坐在后座半眯着眼睛 当汽车行驶到一半的路程的时候 他们停在服务区休息 司机下去上厕所了 咱们局的刑警对你熟悉吗 局长 您说的是哪方面的熟悉 李敏问道 我想知道 在刑警队谁和王如烟走得比较近 谁和他不对付 钟向辉问道 李敏听了一愣 没有立刻回答他 你最好对我实话实说 我问你这些话 也会问别人 王如烟在局里的人际关系 我也会打听得很清楚 你既然选择站在我这边 就要老老实实地配合我的工作 否则的话 我对你的那些承诺可不一定能够全部兑现 钟向辉微笑着说道 李敏听了点点头 斟酌着语言 把刑警队里的大致情况说了一遍 谁和王如烟走得比较近 关系比较好 谁和他关系不好 被他报复 以及哪个人办案能力比较强 李敏基本上掌握得很清楚 这就是跟在领导身边的好处 李敏以前跟的是扎文道 后来跟的是王如烟 所以从他们那里 他基本上就能够对全局有一个掌握 局里的大事小情 他都能够从两位领导那里知道的差不多 局长 你是不是想提拔那些和王如烟不对付的人呀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很明显啊 傻子都能猜出来 他们和王如烟不对付 提拔上来之后才能听您的话呀 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要说 当然这都是为了局长您好 这几个人虽然和王如烟不对付 但是他们的工作能力确实不怎么样 李敏叙叙叨叨 把这里面的癥结 对钟向辉讲了个清楚 钟向辉只是点点头没有之声 他不可能听从李敏的话 虽然和王如烟关系比较好的那几个人 办案能力很强 但是现在他要的不是工作能力强的人 而是能够对他忠诚的人 能力再强 对他不忠诚 那么他的危险也就越大 这几个人的破坏能力会更强 王如烟虽然倒台了 但是新城的其他人还可以收买王如烟手下的人 所以这几个人既然对王如烟这么忠诚 那么就把他们挂起来好了 他当然不会这么说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 既然王如烟已经倒了 那么依附在王如烟身边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他们的屁股也一定干净 不到哪里去 这个就等待着纪委进一步调查了 也等待着王如烟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这些人全都咬出来 所以在陈同海和王如烟被立案调查之后 钟向辉完全可以把新城市公安局内部的反腐脚步慢下来 等到陈同海和王如烟的口供 就能够把局里的很多人牵扯出来 到那个时候不是更省力气了 但是他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到达红山之后 钟向辉先去了医院看望乔平安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 乔平安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 这个时候已经能够说话吃饭了 看到钟向辉来看他 乔平安很高兴 虽然他躺在病床上 但是病房里有电视机 红山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他是每天必看 乔局长 你感觉好些了吗 刚才问了问医生 他们说你的治疗很有效果 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就能康复出院了 钟向辉坐在病床前 双手握住乔平安的手说道 你就不要给我打气了 身上的皮外伤还好说 但是脑子里的这个东西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过段时间就要动手术 能不能下来手术台 就看我的命了 乔平安笑着说道 对于死亡 每个人都会恐惧 但是当恐惧过后 更多的是如何面对死亡 如果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死亡 可能心中的恐惧会小一些 乔平安在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之后 一度也感到很绝望 但是绝望又有什么办法呢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所以经过一个多月的心理建设 他现在已经感觉 能够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了 没事 你放心吧 你的命好着呢 钟向辉笑道 如果早知道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就不该去新城 直接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 不是更好吗 你看看现在 你做得比我要好多了 乔平安叹了口气说道 乔局长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您去新城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我接手的时候又是什么状况 扎文道这个人可不那么简单 所以你能够把他稳住 没有生出乱子来 为我后面在新城市公安局搞小动作 奠定了基础 钟向辉笑着说道 乔平安艰难地摆了摆手 不管怎么说 现在局势是稳定了 拿掉两个副局长之后 剩下的两个人 要么是树倒 胡孙孙散 要么是和起伙来对付你 但是两个人的力量 总比四个人要小得多 所以 剩下的这两个人 你打算怎么处理 还不是手到擒来吗 无所谓 我调查过 剩下的这两个人都比较弱 跳得最欢的就是王如烟 再一个就是陈同海 这两个人手握十拳 基本上把我架空了 所以这两个人倒了之后 剩下那两个人就不足为患了 但是也不能全部拿掉 如果全部拿掉的话 就空出来四个位置 这四个位置 一旦被假书记塞满了 那接下来 我的日子还不好过 钟向辉笑了笑说道 那你有把握 把这两个人拉过来吗 钟向辉文言摇摇摇头说道 乔局长你不觉得吗 在新城做工作 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能够让你心里有底 有绝对的把握 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出了什么问题 就解决什么问题 按下葫芦起来瓢 但是没办法 现在只能是按照这个路子走 因为我们来新城的时间太短了 扎不下根来 乔平安点了点头 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在他当新城市公安局局长 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一直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一方面要让柯正清相信他这个局长 是站在柯市长这边的 另一方面还要防备着贾文明背后捅刀子 所以他这个局长当得比钟向辉累多了 还不如钟向辉这样摆明了 就是柯正清的人 其他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他可以不管那一套 不过当他知道 钟向辉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摆平了两位副局长 而且这两位副局长铁定是回不来了 证据确凿 而且这两个人虽然被纪委带走的 可并不是新城市纪委 而是到了红山市纪委 这就意味着 只要是把这两个人背后的事情都挖出来 判个几年是没问题的 一想到这些乔平安心里还是有些酸溜溜的 自己从基层拧警干起 摸爬滚打十几年 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上 还不如一个小年轻 干脆利落 三下五除二 就把两个副局长办挺了 但是好在钟向辉总算是位 他出了一口恶气 而且关于车祸的事情 也已经调查清楚了 的确是有人在背后 指使大车司机对他下手 更加让人奇怪的是 大车司机在被调查之后就放走了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人影 不出意外的话 要么是跑路了 要么是被灭口了 乔局长你好好养病吧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办 先去纪委一趟 然后再去找扎文道 钟向辉并没有瞒着乔平安 因为他知道 乔平安在之前和扎文道接触过 如果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些消息 可能对自己接下来的工作非常有利 你要去找查文道吗 乔平安问道 对 有些事情 我想去找他聊聊 看看有没有空子钻 我之前和扎文道接触过 这个人是无力不起早 他之所以答应和我合作 就是因为我答应要调查他弟弟的死因 他弟弟送到市看守所之后 票楼自杀了 他一直不相信他弟弟会自杀 所以他想知道这背后是谁干的 乔平安把自己和扎文道的接触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钟向辉 因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工作岗位 所以他掌握的消息能帮钟向辉一把最好了 看来我也要用这件事情和他做个交易了 新城市公安局那边还不太平 扎文道在新城市公安局经营了这么多年 不可能没有一些死党 只不过您去了新城市公安局之后 他的这些死党还没有来得及冒出来呢 你是想用扎文道旅顺新城市公安局内部的关系吗 乔平安明白钟向辉的意图 问道 初步有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抱太大希望 钟向辉笑了笑说道 我当初也有这个想法啊 不过还没来得及实施呢 所以你去找他和他谈谈 应该还来得及 乔平安欣慰地说道 钟向辉告别了乔平安 回到了车上 他没有告诉乔平安的事 他去找扎文道 的确是想利用扎文道旅顺新城市公安局内部的关系 扎文道在新城市公安局内部 也一定有一些关系非常铁的死党 如果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些人挖出来 一个是为了利用 第二个 当然是为了将来 把他们从新城市公安局清除出去 扎文道的这些死党 屁股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而且也不一定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 只有让这些人主动地冒出来 才能够对他们分别进行征选 凡是有违法乱纪有前科的家伙 利用完之后 是一定要清除的这种事情 也只能是藏在自己心里 不能告诉任何人 否则的话 他在别人的心里 就成了一个阴狠狡猾的人了 那以后谁还敢和他打交道 扎文道绝对没有想到忠向辉会主动联系他 而且还跑来红山和他见面 扎文道当然知道了乔平安的现状 所以忠向辉能够来找他 他也隐约猜到忠向辉是什么意思了 猜到了忠向辉意图的查文道 在两人的谈话中始终觉得自己占据了主导地位 他来到了一家自己常来的茶馆 等着忠向辉上门 半个小时之后 忠向辉的车出现在茶馆楼下 等忠向辉上楼的时候 他居然发现忠向辉的身边跟着的是李敏 虽然他早已不在新城 也早已和李敏断绝了联系 但是他和李敏之间的关系 两人心知肚明 看到李敏又转头到忠向辉的门下 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酸楚 但是大家都是体制内的人 脸上天生就长着一层别人看不透的面具 所以当忠向辉出现在扎文道面前的时候 扎文道看都没看李敏一眼 而是满脸堆笑的和忠向辉握了握手 忠局长你可是稀客呀 请坐请坐 这家茶馆我常来 和这里的老板比较熟悉 说话谈事也比较方便 扎文道指了指茶馆陈舍说道 是吗 我还以为是茶老板自己的茶馆呢 我还在上班 哪有心思搞这个东西 再说了 组织上也不允许呀 扎文道这个时候 才抬眼扫了一眼 坐在忠向辉身边的李敏 李敏也看了他一眼 随即就低下了头 忠局长 你这是从哪来呀 我从医院里过来 刚刚去看过了乔局长 他的情况好转了不少 但是脑袋里的东西 还要做手术拿出来 现在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 做手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钟向辉也没有隐瞒扎文道 直接就把自己的行程和意图说了出来 扎文道文言点了点头 因为在他来之前 乔平安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乔平安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让他和钟向辉合作 帮助钟向辉把新城市公安局稳住 至少不能出什么乱子 虽然扎文道离开了新城市公安局 但是如果他说句话 让某些人破坏一些事情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你先下去吧 我们谈点事 钟向辉看了一眼身边的李敏说道 李敏点了点头 非常乖巧地站起来 微微躬身 然后走出了茶馆的包厢 并顺手把门关上了 李敏现在是办公室主任 我提的 李敏走了之后 钟向辉直接告诉扎文道 李敏现在的身份 李敏很有能力 干个办公室主任 绰绰有余 扎文道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你知道他很有能力 干个办公室主任 绝对没有问题 那么您在新城市公安局 任局长的时候 为什么不提拔他呢 他告诉我说他 跟了你好几年 你走了之后 王如烟对他威逼利诱 又把他占有了 说到底 这个女人的命不好 钟向辉叹了口气说道 钟向辉的这番话 让扎文道有些无地自容 因为他做过什么事情 自己心里清楚 而且从李敏跟着钟向辉到这里来 他就已经能够猜到 李敏可能已经把他给卖了个干干净净 他 我刚刚从乔局长那里来的时候 乔局长告诉我说 你想查你弟弟的死因 想知道是谁在背后下的黑手 有这回事吗 钟向辉问道 看来乔局长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了 他告诉我 是他告诉我的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钟向辉问道 没错 我一直都在悄悄地调查我弟弟的死因 而且 我还接到了威胁电话 说如果我在查扎文强的事情 很可能也会让我和扎文强一样死得很惨 谁打的电话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知道了又能怎样 查过去之后 肯定和机主的名字对不起来 他们干这一行的当然知道 多储备一些电话卡的用处 扎文道说道 这就说明你弟弟的死的确是有问题 而且有人想掩盖住 不让别人调查 钟向辉说道 当然了 这是明摆着的事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在公安系统工作了 很多事情已经有心无力 调查不了了 扎文道有些遗憾地说道 你之前和乔局长商量过合作的事情 他现在有病 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回到工作岗位上 不然我们俩合作怎么样 钟向辉问道 扎文道文言 看向钟向辉 那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刚刚接手新城市公安局 根基不稳 我知道你在新城市公安局内部 肯定有些关系不错的下属 我要他们的名字 还要他们听我的 和我合作 如果我们合作得好 合作得愉快 那么你弟弟的事情就不在话下了 钟向辉说道 扎文道没有之声 相比较乔平安而言 扎文道真的不相信钟向辉 乔平安好歹还是体制内的人 他们以前也打过交道 但是钟向辉这个人 据说非常狡猾 而且他是柯正清的人 柯正清就是那个咬着他不放 把他赶下台的人 所以一想到这些查文道恨得牙根痒痒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虎落平阳 他已经没有往日的气势了 事到如今和钟向辉合作仿佛是最好的选择 你要是犹豫的话 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不过我的耐心可没有乔平安那么好 你也看到了 李敏能够今天跟我来 就证明我已经非常相信他 而且还把他提成了办公室主任 他对你的事情一清二楚 你过去做过什么事情 他都已经告诉我了 你是选择和我合作 还是选择去纪委交代问题 就看你自己的了钟向辉微笑着说完 站了起来 扎文道微微一笑 看向钟向辉 你这不是来谈合作的 你这是来下最后通牒的对吗 我的时间不多 所以没有时间 想那么多的弯弯绕 直来直去比较好 你如果同意和我合作 那么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如果你拒绝 就当我没来过 钟向辉淡淡地说完 转身离开了茶馆 他来见扎文道之前 也没有期待着 一见面就能把合作谈好 因为那也不现实 他和扎文道之间 还是有些间隙的 钟局长 你们谈得怎么样 上车之后 李敏赶紧问道 扎文道这个人老奸巨华 一时半会儿 他还不会相信我 所以就让他先想一想吧 等他想明白了 我会加大筹码 就不是现在这个条件了 钟向辉说完 吩咐司机开车去市纪委 钟向辉走了之后 扎文道一个人 坐在茶馆的包厢里 慢慢喝茶 想着刚才钟向辉说的那些事情 的确是到了该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不但自己弟弟死亡的真相 永远没有答案 还有就是 他自己的人身安全 已经没有保障了 钟向辉见到铁文利的时候 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 短短几天时间没见 铁文利居然憔悴了这么多 满眼血丝 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有睡觉了 铁书记 你这是怎么了 钟向辉关心地问道 没事 你怎么过来了 铁书记 什么没事啊 一看你就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吧 钟向辉没有接他的话查 依然非常关心地问道 那两个副局长进来之后 一直负于顽抗 最要命的是 各种求情的电话 都打到市纪委这边来了 市纪委这边 虽然都挡了回去 但是怕时间长了 没有结果 就更麻烦了 铁文利皱着眉头说道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那些证据 还不行吗 我们找到的证据只是一方面 但是这些人不认罪 那就证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到位 铁文利说道 钟向辉心想 你怎么就不能变通一下呢 这些人不交代 没有问题 只要证据确凿 一样可以判他们 看来您这边压力太大了 钟向辉说道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这些人胆子为什么这么大 骨头还挺硬 骨头再硬 还能硬得过锤子 直接把骨头敲碎了就是了 钟向辉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们要的是 他们心服口服 把做过的事情都交代出来 而不是刑讯逼供 即便是刑讯逼供得到的口供 到法庭上 他们一样可以翻供 到那个时候 更麻烦铁文利 白了钟向辉一眼说道 铁书记 我就是打个比喻 没有那个意思 对了 那两个人在哪呢 我能见见他们吗 钟向辉问道 按说是不可以的 这不符合纪律 但是你就不同了 我可以给你开个后门 你要见他们干什么 铁文利问道 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看看他们的骨头 到底有多硬 钟向辉开玩笑道 铁文利又翻了个白眼 但是他知道 钟向辉不是开玩笑的人 他想去见这两个人 一定有自己的目的 到时候 只要跟自己跟着就是了 也不怕钟向辉能出什么梦额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两个现在是一条战线上的 而且 钟向辉对他的工作非常支持 自己刚刚到新城市 就把这两个祸害给挖了出来 也多亏了钟向辉下手快 让铁文利又有了成名的机会 于是铁文利先带着钟向辉去见了王如烟 这地方条件不错啊 赶上三星级酒店了 铁文利开车在前面带路 钟向辉开车跟在后面 进了这处看起来像酒店的小院子之后 钟向辉笑了笑说道 怎么着 你也想进来住几天 等我忙过这段时间之后 也查一查你有没有违法乱记的地方 到时候邀请你过来住几天 我们好好谈谈 铁文利一边在前面带路 一边说道 不不不 那还是算了吧 我什么样的酒店没住过 这种地方条件一般 钟向辉善善地回答道 铁文利都懒得搭理他 直接带他进了询问是隔壁的房间 王如烟是刑警出身 平时审的都是犯罪嫌疑人 但是现在被审问的是自己 可是在长期的审问过程中 他已经有足够的经验 对抗眼前对他的询问 钟向辉和铁文利 在隔壁的监视房间内 看着侃侃而谈的王如烟 这家伙嘴皮子很厉害 如果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个律师呢 面对对他的指控逐一驳持 好像那些证据 根本就不是从他家里搜出来的一样 这么审问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钟向辉说道 那怎么办 要不你试试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这些人没日没夜地和他们周旋 你倒好 把人挖出来就不管事了 铁书记 话不能这么说 书页有专攻吗 我能把它挖出来 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了 但是后面这些事 可是你们的责任范围 我就是想插手也插不上啊 要不这样吧 我去和他谈一谈看看 有没有什么效果 钟向辉说道 铁文利心想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让钟向辉进去试试吧 他们原来是同事 而现在呢 一个是公安局局长 另一个却成了阶下囚 这样的反差 可能会对王如烟 有一个激将的作用 于是 铁文利将钟向辉 送到了隔壁房间的门口 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出来 看到是铁文利和一个年轻人 于是点点头叫了声铁书记 铁文利指了指钟向辉 示意这个年轻人 将钟向辉带进去 钟向辉向那人友好的点了点头 但是这个年轻人 好像根本就不搭钟向辉的茶 脸色波澜不惊 一侧身将钟向辉 让了进去 本来一直在低头思索的王如烟 听到门响 抬头看了看 当他透过刺眼的灯光 看到是钟向辉进来的时候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争鸣起来 王如烟 王副局长 怎么 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吗 钟向辉笑了笑 伸手拉过一把椅子拖在身后 椅子在地上发出滋滋的响声 一直快到了王如烟的面前 钟向辉才伸手把椅子提起来 重重地顿在了地面上 你来干什么 来看我的笑话吗 你觉得 我是出不去了对吧 钟向辉 你给我等着点 等我出去了 咱们心脏老账一块算 我这个人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你们罗列的那些证据 对我来说 不过是讹诈而已 钟向辉还没有说话呢 王如烟倒是开口了 而且开口闭口 就是钟向辉设计陷害他 好像他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乱计的事情 这种脸皮的厚度 钟向辉也是第一次见到 钟向辉到坐在椅子上 整个人趴在椅背上 而他对面一米远的距离 就是坐在椅子上的王如烟 两个人四目相对 王如烟真的恨不得跳起来咬住他的耳朵 将他的耳朵一口撕下来 生吃掉 你以为我闲的吗 来看你的笑话 你有什么笑话 你做过的那些事情都已经有证据证明了 都是铁证 你就是反驳 也是胡说八道 就是领口供 也一样会判你行 你以为我会和你这样的人一般见识吗 钟向辉不屑地说道 王如烟文言不吱声了 他也明白 钟向辉现在很忙 如果不是来找他有事情的话 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 王如烟也在想钟向辉这个时候来 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你不可能从这里出去了 即便是你把问题交代清楚 也只是为将来判刑的时候 争取一个好的结果 你做的那些事情每一件都有实证 你想否认都赖不掉 钟向辉轻蔑地笑道 王如烟是刑警出身 当然知道那些证据的证明效力 所以他也不想就自己的事情和钟向辉在这里掰扯 因为钟向辉对他的案子起不到任何作用 浪费口舌 我今天来找你没有别的事情 就是想告诉你 如果再这么顽抗下去 没有任何好的结果 今天上午 我去找了你们的局长扎文道 连他都答应和我合作了 你想一想 新城的事情还有蛮下去的必要吗 我会一点一点把新城挖开 到那个时候 把你们做过的事情大白于天下 你就算是不招供也没关系 别人会替你说的 别人说出来和你说出来意义完全不同钟向辉冷笑道 王如烟依旧是不吱声 他不想和钟向辉浪费口舌 也不想因为这个人浪费自己的体力 他还是要保存精力和体力对抗纪委的人 钟向辉见他不吱声并且低下了头 就知道自己说的这些话 对王如烟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这家伙已经打定主意顽抗到底 坚决不承认证据对他的指控 钟向辉站起来走到王如烟的背后 低下头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道 你就是不为别人考虑 也该为你的老婆孩子考虑一下吧 别人犯了事都是积极承认错误认罪服法 这样才能出来的早一些 像你这种人肯定是重判 重判和轻判能差几年 你心里比我有数 所以你如果想早点出来 见到你的老婆孩子 就把问题都交代清楚 否则的话很有可能等你出来的时候 老婆孩子都没了 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王如烟听到钟向辉这么说 非常紧张地抬起头来 扭头看向钟向辉 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只是说说而已 不过虽然判你几年 不是我能决定的 那是法官的权力范围 但是我倒是可以在别的地方做点手脚 钟向辉说到这里的时候 绕过了王如烟 站到他的面前 微笑着 看向一脸呆滞的他 钟向辉 见他有些不解的样子 干脆把自己将来可能进行的操作 都告诉了王如烟 我相信 随着新城市公安局内部的深入 会有更多 关于你的事情暴露出来 但是呢 我会把这些案子都隐藏起 来 等到你这个案子判决完了之后 执行几年快要出来的时候 我会把新的案子 再递交到检察院 再对你进行审判 反正只要在追溯期内 这些案子都是有效的 就这样循环往复 等到你觉得自己快要出来的时候 新的案子就产生了 总而言之 会把你的刑期无限向后延伸 如果你犯的罪够多 那等你出来的时候 你老婆孩子或许真的就没了 钟向辉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这个混蛋 所以 认罪伏法 才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 这么好的一条路 摆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不知道珍惜的话 将来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反正只要我还在红杉 还在咱们省内任职 我会和我的继任者达成一致 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新的案子出来 扣到你的头上 这样 即便是你 能够忍受里边的生活 时间长了你 也会疯了 钟向辉笑笑说道 想一想 这个操作都会令人毛骨悚然 当你坐了几年牢 在里面表现得足够好 又是减刑 又是搞发明 总而言之 就是想早点出去 但是 在你将要出去的时候 你过去犯的案子 又有新的案子被翻出来 接着审判判刑 只要你犯的案子足够多 并且在追溯期内 可能这种希望 会一次一次地破灭 王如烟心里更加清楚 新城市公安局内部很多的问题 他只是参与者 但是如果钟向辉真的想整他的话 就会把这些问题都扣在他的头上 到那个时候 他真的是有口难辩 钟向辉我服了 你去告诉纪委的人 我现在就说 把我过去的事情都告诉他们 我绝对不会给你整我的机会 王如烟看着钟向辉 咬牙切齿地说道 钟向辉耸了耸肩 贪贪手表示无所谓 转身就出去了 留给王如烟一个 让他足够咬牙切齿一辈子的背影 钟向辉和王如烟在询问室里的对话 铁文利都听在耳朵里了 等到钟向辉又回到他身边的时候 铁文利有些奇怪地看向钟向辉 怎么了 我脸上有花吗 钟向辉笑了笑 问道 你脸上没有花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足够坏 我就在想 如果你将来也犯了错误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我审问你的时候 该从哪里下手呢 铁文利叹了口气说道 铁书记呀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 岂人忧天 我这个人在经济方面不会出问题 到你们纪委来的这些人 哪一个不是在经济方面有问题 钟向辉非常自信地说道 哦 对了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有一个黑社会大姐大的女朋友 还能缺钱吗 所以你不会为人和桃俩早的冒 闲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铁文利语气里带着讽刺的味道 钟向辉都懒得和他掰扯 其实他还真的没有从耿小蕊那里拿过钱 他现在所有的花费都是自己在空余的时间里 给顾小夕写稿子赚的 当然这是他不能和铁文利明说 其实他写稿子赚稿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 除了他和顾小夕之外 铁书记 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该回新城了 这边的事情都办完了 钟向辉说道 行 那你走吧 路上注意安全 到了新城之后 给我发个信息 铁文利说道 尽管查文道还没有给钟向辉回信 但是钟向辉已经等不及了 他直接和司机还有黎敏 开车回了新城 一路上倒还是顺利 但是进入新城地界之后 后面有辆车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 自从乔平安出世之后 钟向辉一直非常谨慎小心 毕竟这关系到自己的小命 工作倒是其次 如果工作没弄好 还把自己的命搭上了 那就实在不划算了 他还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 所以当后面的车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的时候 钟向辉首先就发现了猫腻 嘱咐司机加快速度 司机一脚油门下去 后面的车也加快了油门 钟向辉就更加确信 这辆车是冲着自己来的 虽然已经进入了新城地界 但是离下高速还有一段距离 并且这个时候汽车没有了 需要在服务区加油 让钟向辉比较恼火的是 虽然自己拿掉了新城市公安局的两位副局长 但是并没有来得及对公安局内部进行整合 一句话 他还没有自己信得过的人 所以即便是在新城市地界 要让他调集支援力量 他一时间竟然想不起来 该给谁打电话 汽车停在加油站 司机下去加油了 李敏看看钟向辉问道 后面那辆车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看你一直向后看 是啊 冲着我们来的 不知道是哪路人马 新城市公安局局长还真不是那么好干的 要不然给局里打个电话 让他们派人来支援一下 李敏建议道 那你觉得我该给谁打电话 毫不夸张地说 在新城市公安局我最相信的就是你了 你现在和我在一起呢 还用叫支援吗 其他人我一个都信不过 刚刚拿掉了两个副局长 这两个副局长手下有多少人盘根错节 我都闹不明白呢 现在把他们叫来支援我们 不过是多拉一些人来看笑话罢了 钟向辉叹了口气说道 本来他现在已经有些憋尿了 但是为了节省时间 加完油之后 司机马上上车开车离开了这个服务区 而刚刚跟着他们的车也同样上了高速 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钟向辉又看了一眼后面的车辆 主妇司机注意一下避让 如果他们撞车的话 一定要保证我们这辆车的安全 此时李敏的脸下得有些白了 但是钟向辉不能怂 如果他这个时候怂了 那么车上的三个人马上就都尿了 但是钟向辉这个时候 真的是非常想尿尿 在服务区的时候 为了节省时间没有下去方便 这个时候如果在路边停车 很可能会成为对方的火把子 所以还是得忍着 开车的司机是局里的老司机 得到钟向辉的命令之后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一路开车虽然非常快 但是开 得非常稳 而且非常谨慎 时刻注意后面车的动静 后面那辆车有几次想超过他们 但是都被老司机用各种方式拦住了 局长 还有五公里就下高速了 司机汇报道 好再开 快点下了高速停一下 憋死我了 钟向辉这个时候 也顾不得车上还有个黎敏了 下了高速之后 司机把车停在高速路口的厕所旁边 钟向辉以最快的速度下了车 冲进了厕所 但是当他正在愉快地放水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外面有吵嚷的声音 侧耳一听 于是赶紧提上裤子 走了出来你干嘛的 钟向辉看到自己刚刚坐的地方 车门大开 而在后座上还坐着一个人 正是黎敏 在黎敏的身边坐着一个染着黄毛的家伙 这家伙流利流气 寸头黄毛 看起来就不像是正经人 而当钟向辉向高速路口方向扫了一眼 发现一直跟着他们的那辆车 就停在不远处 没事啊 刚刚我要上厕所的时候 这位大姐向外吐痰 正好吐在我身上 你说怎么办吧 我这衣服可是很贵的 黄毛扯着自己的衣服 比比画画地说道 钟向辉皱眉看了一眼黎敏 这个时候 黎敏也被黄毛拽到了汽车的后座上 我不管你是谁的人 下来马上滚蛋 从我眼前消失 否则的话后果自负 钟向辉低声说道 此时高速公路交警也走了过来 钟向辉立刻向交警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指了指车上的黄毛 交警立刻向前想要交涉一番 但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黄毛突然从自己的皮包里 掏出来一把枪 对准了黎敏的脑袋 钟向辉也被吓猛了 几句话没说完呢 这家伙居然想动枪 而且就在这么光天化日之下 高速公路交警更是吓得不轻 他也没有见过这种驾驶 于是掉头就走 后撤了几步之后 才用对讲机向自己的上级做了汇报 但是钟向辉始终站在汽车旁没有移动 黄毛这个时候得意地把枪 从黎敏的脑袋上一开 指向了钟向辉 这一刻钟向辉的脑袋一片空白 虽然太阳很好 但是他的脊背渐渐发凉 冷汗顺着脊背向下流 都说钟局长很牛逼 怎么样 要不然我们比比枪法 看来你就是冲着我来的呀 你早说不就完了 把他放了 这里没他的什么事 钟向辉说道 把他放了可以呀 你来当人质吗 人质 这么说你是想绑架了 我不知道你是喝酒了 还是嗑药了 但是你要想明白 一旦走出了这一步 可就回不了头了 你现在从我车上下来 从哪来滚哪去 我也可以当这是没发生过 钟向辉淡淡地说道 虽然心里极度紧张 自己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但是他仍然强迫自己 装作一副淡定的模样 不然的话 对方可能会更加嚣张 到那个时候主动权就转移到对方手里了 他在想谈什么条件都不可能了 更为要命的是他出门的时候 带的手枪就在自己的包里 而他的包一直是李敏替他拿着的 李敏下来的时候 把手里的包放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 你他妈少废话 我不用你 教我怎么做人做事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 行啊 上来吧 坐到副驾驶上去 黄猫拿着手枪笔划了一下 是以钟向辉 坐到副驾驶上去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 非要用这种方式 你如果有什么困难 需要我帮忙的 我们可以到城区 也可以到我的办公室 都可以 在这高速路口 你搞这么一出是想把事情闹大吗 钟向辉慢慢地挪动到了副驾驶的门前 他看到了座位上自己的手包 虽然他心里有些欣喜 但是他在前 黄毛在后 他根本就没有胜算 但是到如今 只能是赶鸭子上架了 于是他点着脚尖上了汽车 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伸手把包从屁股后面 拿到了自己的腿上 小兄弟啊 我想知道啊 我到底得罪谁了 你是替谁来讨公道的 钟向辉看着前方慢慢地问道 这个时候 高速公路上下来的汽车 不断地被交警疏散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至少在钟向辉和黄毛停车的地方 隔出了老大一块空地 并且拉上了警戒线 这就是在告诉外面的人这里出事了 你和柯正清不来的时候 我们新城发展得好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来了之后 把这里搅得鸡飞狗跳 哦 对了还有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乔平安 那个家伙也不是什么好鸟 等我和你算完账之后再去医院找他 黄毛得意地用手枪的枪口点着钟向辉的脑袋 虽然很疼 但是钟向辉眉头都没有皱 借着和黄毛说话的功夫 他的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拉开手包的拉锁 还不敢用力 也不能很快 因为怕后面的黄毛察觉到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要么是装孙子装到底 等到这家伙装逼装完了 可能会把钟向辉和黎敏放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 这家伙可能拿了谁的好处 这是在替某人出头呢 如果真是那样 钟向辉和黎敏今天可能就活不成了 所以虽然钟向辉有一搭没一搭地 和黄毛聊着天 装着孙子 但是都在想着怎么自救 如果自救 手里的枪就是最后的一仗了 所以在自己没有绝对把握之前 一定要稳住 黄毛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当然 他还是想知道对方到底是在替谁出头 兄弟啊 我不管你拿了谁的钱替谁出头 就是要死 你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这个时候 钟向辉身体歪了歪 回头看向坐在后座的黄毛问道 现在的形式是 黄毛坐在副驾驶正后方的第二排座位上 而黎敏坐在驾驶座正后面的座位上 所以 钟向辉在副驾驶上的小动作 黄毛并没有察觉 而钟向辉利用扭头和黄毛说话的机会 迅速地拉开了手包的拉链 而这个时候 黎敏也激紧地剧烈咳嗽起来 转移了黄毛的注意力 黄毛本来正在和钟向辉说话 黎敏剧烈地咳嗽起来 黄毛扭头看向黎敏 并把枪对准了钟向辉的头 以防钟向辉有什么其他动作 你不用这么紧张 OK 我们还能跑哪去 你手里有枪 我们两个是手无寸铁 钟向辉进一步舒缓黄毛的紧张气氛 三个人在车里的对话 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 而当确定了钟向辉的身份之后 交警很快就把这里的消息汇报到了市长柯正青的案头 柯正青听到消息汇报之后 脑袋一下子就炸了 但是炸了归炸了 柯正青立刻让司机被车赶往高速路口 现场指挥处置情况 其实黄毛这个时候也有些慌了 他本来的意图是坐进钟向辉的车里 用枪指着钟向辉的脑袋给他一个警告 让他在新城老十点不要再胡作非为 但是这个时候事情好像已经超出了他的计划 这个时候黄毛的手机响了 他的同伙在电话里告诉他 警察快要过来了 让他赶紧把事办完了 回到车上来 他们还要继续赶路离开这里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 他在想离开这里已经很难了 所以他伸手抓住了李敏的头发 把他拽出了汽车 钟向辉这个时候也下了车 但是他背着手 手枪已经打开了保险并且上了堂 你把他带到哪里去 这你就不用管了 本来呢 我只是想和你谈谈 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 我们要走的话总得有人去送我们吧 怎么样 是你去呀 还是他去呀 我看还是让他去吧 女同志跟着我比较方便 黄毛说到这里的时候 有些淫荡地看了一眼 被自己拽着头发的黎敏 此时黎敏的头发被黄毛使劲地拽向身后 他只能仰着脸看向天空 根本就看不到钟向辉的脸色 只能听到钟向辉的说话 但是他的心里极度恐惧 他当然知道 如果自己跟着这些流氓走了之后 会是什么下场 所以他开口向钟向辉求救 别他妈叫唤了 再叫唤 老子崩了你 黄毛说着 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并且再次把枪对准了黎敏的脑袋 你不能把他带走 钟向辉冷冷地说道 你说什么 钟向辉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我今天要带着他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说着这话 黄毛居然把枪对准了钟向辉 钟向辉没有在犹豫 一直藏在身后的枪 突然举起来对着黄毛 黄毛也是一惊 他没有想到 钟向辉居然是带着枪的 就在他犹豫的片刻 钟向辉手里的枪响了 并且不是响了一次 而是三枪 一枪打中了黄毛的脑袋 一枪打中了他的脖子 第三枪打中了他的胸口 可以说是枪枪毙命 枪响之后 现场经过了短暂的安静 瞬间混乱起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黄毛 钟向辉看都没看一眼 拿着枪冲向了黄毛坐的汽车 而这个时候黄毛的同伙居然从车里也拿出了枪 只是他没有想到钟向辉反应这么快 刚刚击毙了黄毛 居然就冲着他过来了 他一边开车 一边掏出手枪 向钟向辉还击 但是在他倒车的时候 一颗子弹击中了司机的头部 此刻的钟向辉 就像是杀神一样 双手握枪 对着黄毛的汽车转了一圈 小心翼翼地拉开了车门检查 原本钟向辉也没有期待能够检查到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人已经死了 总得装模作样一番 但是没想到的是 当他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后备箱里居然发现了好几个箱子 其中两个箱子里装的全是毒品 粗略估计也有十几公斤的样子 并且在汽车的后座上还发现了两把制式手枪 这种手枪一般是从缅甸边境走私过来的 但是此时钟向辉心里已经有数了 别说死了这两个人 就是再死几个人 自己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十几分钟之后 钟向辉和在场的交警正在交谈的时候 柯正清带着人赶到了现场 看到现场一片狼藉 尤其是看到两具死尸躺在地上的时候 柯正清的脑子一下子就猛了 其实此时钟向辉的心里也很恐惧 但是在众人的面前 他不能表现出来而已 毕竟这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虽然在医科大读书的时候 他也曾经拿着手术刀解剖过尸体 但是那毕竟是尸体 而不是活着的人 可是现在这两个人居然死在了自己的腔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柯正清把钟向辉拉到了一旁 低声问道 钟向辉简单地把事情的经过向柯正清陈述了一遍 柯正清的脸上阴晴不定 太危险了 你想过没有 要是一个不小心倒在地上的可能就是你了 以后这种事情还是要小心 柯正清说道 这个时候他也注意到了 钟向辉的手有些发抖 于是他伸出手 紧紧地抓住钟向辉的手 想要给他点力量 但是钟向辉是个男人 立刻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想要努力镇定自己的心智 可是刚刚的恐惧还在他的脑子里慢慢蔓延 这里的事情交给刑警队处理就行了 你跟我回去 柯正清说道 回去的时候 钟向辉和柯正清坐在一辆车上 柯正清开车 钟向辉坐在副驾驶上 司机拾去地开着钟向辉的车跟在后面 因为柯正清有些事情 想和钟向辉详细地说一下 你这家伙太不让我省心了 我听到汇报的时候 脑袋一下子就大了 好一会儿都站不起来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 你来新城 这事是我坚持的 如果在这里出了事 你说我该怎么办 柯正清瞟了钟向辉一眼说道 柯市长 您放心吧 我保证没有下次了 今天这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如果那家伙自己走了 我也不会吵他 开枪 但是我是公安局局长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把我的下属颅走 这是要是传出去 我在新城也就没法混了 而且黎敏还是个女同志 落在他们手里 会是个什么下场 我都难以想象 所以就先下手围墙了 钟向辉解释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说如果你们不再 告诉路口停下的话 直接回到市局里面 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怎么样 这个是我的失误 我以为下了高速 他们就不会再跟上来了 没想到他们是铁了心要找茬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也没想把事闹大 毕竟车上还带着那么多的毒品和枪支 顶多就是想吓唬我一下 让我以后再新城收敛一些 不要再针对他们了 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闹大了 被我打死的那家伙可能也没有想到该怎么收场 车上又带着那么多的毒品 就想着掳走一个警察 可以为他们开道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这次算是出名了 年纪轻轻就敢开枪打死人 乔平安做了那么多年的警察 也没有开过枪打过人 柯市长这事就别提了 我现在腿还哆嗦呢 如果不是刚刚上了厕所呀 估计这会儿都尿裤子了 钟向辉的手还在抖 这一点柯正清看在眼里了 钟向辉不是在矫情 他是真的害怕 这样吧 回头我从省城找一个心理医生 让他来新城一趟 给你做一下心理疏导 这事不能窝在心里 如果不能及时疏导的话 将来可能对你的心里有创伤 柯正清说道 不用了吧 我本人就是医生出身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医生是拿刀的 人家的医生是用心的 你放心吧 这个心理医生我是非常信得过的 以前给我妹妹心里 辅导了好几年 才让我妹妹走出了阴影 不然的话她现在还是个疯子 柯正清说道 车还没有回到市区 钟向辉的手机就响了 掏出来一看 居然是查文道打来的 查主任 找我有事吗 钟向辉看了一眼旁边的柯正清 把手机调成了外放 我刚刚接到消息 说你回去的路上 在新城高速路口 出事了 查文道试探着问道 出了点小事 都已经解决了 谢谢查主任关心 我们谈的事情 你想得怎么样了 钟向辉问道 我还在考虑 等我考虑好了 会及时给你回信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 也是想表现一下我的诚意 这个黄毛 你知道是谁的人吗 查文道 问道 我管他是什么人呢 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 这样的人 难道我不应该反击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当然该反击 这个人死有余辜 在新城地下毒品市场 也是有一号的 而他的老板 据说就是谢广海 前一段时间 你们不是在谢广海的 皇家礼炮会所地下室里 发现了制毒车间吗 而这个黄毛 就是主要的销售人员 查文道说到这里 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 已经到位了 谢谢查主任 给我透露 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 钟向辉笑了笑说道 应该的 不过这个人 对于谢广海来说非常重要 他的意思 谢广海的生意 可能要停滞了 该说的 我就说这么多 扎文道笑了笑 挂断了电话 柯正清皱了皱眉头 看向钟向辉问道 这么说 黄毛找你挑衅 背后是谢广海在指使吗 这个很难说 但是既然黄毛 是谢广海的人 那这事就好办了 钟向辉说道 好办是好办 可惜黄毛死了 不然的话留个火口 很可能会把谢广海咬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可能考虑留火口 我那几枪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如果黄毛的枪响了 我现在可能就躺在医院里了 钟向辉说道 说的是啊 不过我还要嘱咐你一句 工作是国家的 但是身体是自己的 如果因为工作把命搭上 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柯正清非常认真的 对钟向辉说道 柯市长你放心吧 这一点我想得非常清楚 只有留着自己的小命 才能为国家长期工作 所以不能蛮干 钟向辉笑了笑说道 钟向辉本来以为到了市政府之后 柯正清就会去工作 然后他也回市局了 但是没想到柯正清 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 拉着钟向辉喝茶下棋 开始的时候 钟向辉还有一些不理解 后来他才明白 这是柯正清刻意为之 毕竟那是两条活生生的生命 就这样倒在了钟向辉的腔下 钟向辉以前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心里难免有些疙瘩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疏导的话 很可能会郁节在心里 这种社会的渣子死 一个就少一个 而且他们还不是一般的渣子 他们干了那些事 祸害了多少人 又毁了多少个家庭 所以你心里不用有任何负担 他们的死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 对你来说是为民除害 所以你把这事想清楚了 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柯正清一边落下棋子 一边观察着钟向辉 安抚道 柯正清和钟向辉的棋力 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柯正清通过和钟向辉喝茶下棋 来观察钟向辉此时的心境如何 如果钟向辉其力大不如自己 那就证明他的心里确实有问题 确实需要心理医生及时疏导干预 柯市长您放心吧 我想得明白 我是医生出身 所以根本就不害怕死人 我知道 但这是两码事 所以你如果心里有什么想法想说的话 现在就可以和我说 反正我们两个住的地方 就隔着一个办公室 上班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想来就过来 等省里的心理医生到了的时候 我介绍你们认识柯正清笑笑说道 虽然钟向辉嘴上说没有事情 但是通过下棋 柯正清就发现他的心境 还是受到了影响 波动得很厉害 以前两个人的棋力 基本上差不多 合棋的时候最多 可是今天接连三盘棋 钟向辉都大笔分输给了柯正清 新城这座县级市本来就不大 得益于现代的信息传播工具 所以高速路口发生的命案 很快就传遍了新城市的大小角落 赵光临站在贾文明的面前 小声地把高速路口发生的命案 经过大致向贾文明做了汇报 贾文明听得很仔细 一直到赵光临将钟向辉 接连开枪射杀两人的事情详细描述的时候 贾文明满眼的不可思议 他不是没在公安系统工作过吗 怎么会用枪的 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 好像是乔平安出事之后 钟向辉就吸取了教训 他也知道自己没有摸过枪 可能在危急关头不能自保 所以在上任公安局长之后 除了看以前的案卷就是泡在靶场 足足打了一个月的枪 而且每天都打四五个小时 贾文明听赵光临这么说 慢慢地向后倚在椅子上 以前我就说过这个年轻人不可小觑 那么多的人柯正清 为什么就相中他了呢 死活要把他从云山县挖过来 当时我就知道这里面绝对不单单是裙带关系 很可能这个年轻人有过人的能力 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换做任何一个普通人 有这种见识那也是不简单的 贾文明摇了摇头苦笑道 确实是这样 而且我得到消息 王如焉在世纪委已经料了 消息还说在王如焉招供之前 钟向辉去过世纪委 找过铁文利 暂时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王如焉 赵光林又给贾文明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贾文明听了之后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赵光林 好一会儿才把头倚向后面的椅瓣 目光呆滞地看着房梁 赵光林见他不说话 一直都在呆呆地看着房顶 他下意识地也想看一下房顶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 我们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柯正清身上 一直都在盯着柯正清在干什么 防备着他 但是没想到柯正清完了一招声东击西 自从钟向辉到了公安局之后 两个副局长被抓 虽然到现在还没有下结论 但估计是回不来了 今天又发生了这种事情 以后钟向辉在新城市公安局算是扎下根了 我们对新城市公安局的控制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了 贾文明有些沮丧地说道 贾书记 我也注意到了 但是我们该怎么办 不能坐以待毙呀 赵光临说道 贾文明能有什么好办法 该用的办法他都已经用过了 现在是束手无策赵光临出去之后 贾文明拿起电话打给了谢广海 但是谢广海的电话一直战线 贾文明打了两次都没有打进去 看来谢广海也已经知道了这边发生的事情 正在紧急部署 但是贾文明绝对想不到的是此时给谢广海打电话的人是谁 没错 就是回到办公室的钟向辉 谢总 不管你怎么否认 但是黄毛是你的人总没有错吧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黄毛来找我 是不是你指使的 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都是大老爷们 如果是你干的 你不敢承认 那就不是个爷们了 裤裆的那个玩意儿还不如自己割了算了 钟向辉一肚子的火气没有地方发 所以他才给谢广海打了个电话 他就是想激怒谢广海 看看谢广海下一步还有什么招数 如果以前还算是没有撕破脸 那现在呢 这脸皮都已经接下来好几层了 谢广海好歹也是红杉首富 和市里省里的领导关系都不错 但是在电话里 被钟向辉这个小年轻骂得狗血喷头 谢广海的恼怒可想而知 但是一想到钟向辉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 他的眼皮又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因为就在刚刚钟向辉在电话里 向他详细地描述了击毙黄毛的经过 以及在越野车后备箱里起货的毒品和枪支 钟局长 恐怕你误会了 我和黄毛根本就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你这消息是从哪来的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调查清楚 我是一个守法的商人和市里的领导 省里的领导都有一些交情 他们都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打电话来向我质问黄毛的事情 这明显是诬陷 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些话好像是在威胁我 谢广海也是一个老油条了 没有实锤的事情 他是不会承认的 所以无论钟向辉如何用激将法 但是谢广海始终否认自己和黄毛有半毛钱的关系 是吗 那没关系 反正黄毛已经死了 他也不可能坐起来告诉我他和你的关系 不过还有不少活着的人 活着的人嘴可就不那么严了 等我找到他们 让他们亲自站出来指证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现在说的话不是威胁你 我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请你以后对我还是要放尊重些 别找这些下三滥来骚扰我 否则的话来一个死一个 来一对死一双 如果你不信 咱们就走着瞧 说完这话 钟向辉就挂断了电话 谢广海听到手机里的盲音 这才把电话从自己的耳朵边一开 然后非常愤怒地把手机拍在了桌面上 前几天刚买的手机被他拍了个稀巴烂 属下站在一旁也不敢吱声 不知道自己的老板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但是最近自己的老板好像火气大了不少 他实在是没想到钟向辉这个小年轻 居然敢给他打电话威胁他 而且还把击毙黄毛的经过 向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描述 他虽然是一个不法商人 各种坑蒙拐骗的事情没少做 可是让钟向辉这么个小年轻挑衅 还是第一次手机卡插在了新的手机上 终于贾文明打通了谢广海的电话 谢总 你在忙什么呢 电话老是打不通 新城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 刚刚就是你们钟局长给我打电话 向我汇报命案的事情 我真是没想到 老贾 我们以前都小看那个叫钟向辉的家伙了 我还以为派黄毛过去威胁他几句 可能以后他就能收敛一些 能给我们赢得一点时间 但是没想到这家伙比我们想象的要硬得多 谢广海叹了口气说道 钟向辉挂断电话 心里窝着的那口气消了不少 但是事情还没算完 他要充分利用这件事情 把谢广海搞臭 即便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能把黄毛和谢广海联系起来 但是他也不想放过他 就在谢广海和贾文明讨论 该如何对付钟向辉的时候 钟向辉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手指在键盘上快速起舞 几个小时之后 一篇起底谢广海和新城高速路口命案的文章 新鲜出炉了 谢广海和贾文明的电话 断断续续 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要通话几分钟 好像要商量如何对付新城出现的新情况 尤其是钟向辉已经逐渐掌握了新城市公安局 所以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自己的利益捞出来 不至于全军覆没 他们就要想尽各种办法为自己赢得时间 高速公路口命案发生的时候 办公室主任李敏被吓得不轻 钟向辉被柯正清拉去喝茶下棋 李敏则被送进了医院 在做了检查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 他就回到了办公室 局长 我回来了 李敏看到钟向辉正在写东西 站到门口小声地说了一句 回来了 你没事吧 医院怎么说 钟向辉停下写字 看向李敏问道 做了检查 医院说没什么事情 就是受到了惊吓 我想请个假回家躺一会儿 感觉身上有些不舒服 李敏说道 你自己一个人回家肯定不行啊 给你老公打电话 让他回来 另外 明天把他调回到市区来吧 想去哪个派出所 或者是回到局里来 让他自己挑 老这么两地分居 不是个办法 钟向辉说完这话 继续写文章 李敏没有吱声 悄悄地从门口消失了 钟向辉写完文章之后 通过加密邮件发给了朱英华 朱英华还不知道 高速路口发生的命案 钟向辉也参与其中 虽然网上已经有不少消息传播这件事情 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官方的新闻 所以即便朱英华看到了高速路口的命案 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和钟向辉联系起来 直到把钟向辉发过来的文章看完之后 他才知道原来那两个人都是钟向辉击毙的 你说我这么写是不是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钟向辉笑了笑 问道 电话那端的朱英华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因为他看了文章之后才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也明白了钟向辉在这中间所经历的惊魂动魄 我说你不要命了 你堂堂一个省医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怎么能和这些地痞流氓社会扎子对决呢 一旦你出了什么事情 你父母该怎么办 培养你这么多年还没有享你的福呢 你就没了 他们还不得哭死 朱英华有些埋怨地问道 没有办法 事情就赶上了 我能怎么办 不能当缩头乌龟吧 钟向辉非常无奈地说道 你这个人有时候看起来挺聪明的 精于算计 但是有时候又挺笨的 当一次缩头乌龟怎么了 又不是让你当一辈子缩头乌龟 这种人早晚都是要被清算的 但是又不是非要你来拿枪冲锋 朱英华一边看文章 一边数落钟向辉 钟向辉也知道 朱英华之所以这么说是关心她 是出于朋友的关心 所以也就没吱声 只是不时地开个玩笑 缓解一下尴尬紧张的气氛 这篇文章怎么办 朱英华最后问道 他也明白 钟向辉有自己的打算 自己就是说 再多也没有什么用 作为朋友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 剩下的就只有帮忙 想想办法 一定要让这篇文章传播得更广 钟向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并且对朱英华再三嘱咐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这里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会面临删帖 为什么不在官方的渠道发布呢 朱英华问道 谢广海这个人还是很牛逼的 在市里省里都有关系 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篇文章就是先打一个前站 试探一下各方的态度 钟向辉向朱英华解释道 行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放心 今天晚上我就会让这篇文章散布到互联网的每个角落 朱英华非常肯定地说道 事情的发展非常符合钟向辉的预期 尽管新城高速路口发生了命案 但是在官方渠道的报道中并没有出现 不管是新城还是红山市都是一片的祥和 仿佛新城高速公路路口死的那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人士的 钟向辉也懒得问新城宣传部这边的情况 因为他还没有向宣传部门询问的时候 宣传部门已经有人上门了 嘱咐他这件事情不要向外人泄露 也不要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这是新城的丑闻 一旦暴露出去会影响新城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 到公安局来嘱咐钟向辉不要向外泄露高速公路路口命案的事 新城市宣传部副部长 钟向辉根本就没有搭理他 直接把他推给了局办公室 但是新城市公安局内部还有贾文明的人 所以钟向辉的一举一动新城市公安局内部的人都知道 当贾文明得知钟向辉并没有什么动作的时候 渐渐放下心来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钟向辉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写了一篇足以搞臭谢广海的文章 既然官方的渠道不能发表出去 那么就只有在网上展开斗争了 当然当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前 钟向辉还是和柯正清打了个招呼 别人可以不知道 但是柯正清必须清楚后面事情发生的走向 也就是说不管钟向辉如何折腾 但是不能破坏游戏规则 不能让柯正清觉得这件事情失控了 第二天贾文明刚刚上班 赵光临就匆匆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书记出事了 赵光临急匆匆地说道 出什么事了 天塌下来了 看把你急的 贾文明毫不在乎地说道 赵光临伸手把自己手中的平板电脑递给了贾文明 我找了一下 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凌晨三点发出去的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睡觉 所以我们的值班人员也没有发现 但是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 负责舆论管控的工作人员就给我打电话说 有一篇文章涉及到我们事 我打开一看是关于高速公路路口命案的报道 赵光临一边说 一边指点着贾文明打开了平板电脑上的一篇新闻报道 贾文明一边看一边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 因为这篇新闻写得太详细了 不但是详细地描述了高速公路路路口发生命案的经过 连带着把谢广海的家底全都献了出来 一般人是不会了解得这么详细的 查到文章是谁写的了吗 到底从哪发出去的 贾文明抬头看向赵光临问道 我已经让技术部门查了 文章是从广西的边境一个城镇上发出去的 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跑到广西的边境去发文章呢 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技术人员在捣鬼 虽然赵光临说的不是很清楚 也只是猜测而已 但是贾文明明白这件事情闹大了 让有关部门赶紧去删帖 贾文明说道 这几乎是政府部门的领导 遇到事情的时候 下意识地举动 他们以为把网上的关于新闻的帖子删掉 就没有事情了 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只要这篇文章爆出去 就没有全部删除的可能性 书记已经来不及了 这篇文章太劲爆了 传播的范围太广 删除是没有希望了 那怎么办 你说该怎么办 谢广海呢 他现在知道了吗 贾文明有些恼火地问道 我刚才联系了谢总 但是谢总没有接电话 他的秘书说谢总还在睡觉 还没有起床 昨天晚上可能睡得太晚了 这个混账都死到临头了 还有闲心睡觉 再给他打电话 让秘书一定要叫醒他 贾文明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 但是核心意思只有一个 这件事涉及谢广海 新城市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让他自己解决 贾文明正在生气的时候 桌子上的座机响了 我是梁敏生 秘书长 你好 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按下葫芦起来瓢 这还有完没完了 梁敏生非常生气地 在电话中质问道 秘书长 这件事情是突发事件 我们正在处理 等有结果了 我马上向您汇报 这件事情一看对方 就是有备而来 你们也太被动了 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一定要查彻底查出来 到底是谁干的这种事情 官方没有报道 他们就是造谣声势 杨敏生当然也知道 如果新城这边出了问题 他在上面的日子也不好过 一方面 新城是他的大本营 另一方面 新城最近发生的事情 他没少在领导面前打包票 而且 也为新城的领导 说了不少好话 可是现在新城的领导干部 是烂泥浮不上墙 倒霉催的事情 一件接着一件 就没有安宁的时候 是是是 秘书长 我们一定尽快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贾文明打了包票 但是他也明白 这件事情要真的查实 确实不容易 把事情写得这么详细 肯定不是一般人干的 要想查清是谁写的 应该不难 有没有怀疑的对象 梁敏生问道 梁敏生这么一问 贾文明仿佛是得到了 某种暗示一样 立刻说道 从目前文章的描述来看 详细的程度 已经达到了当事人的经历 所以 要么是钟向辉自己写的 要么是他口述 别人写的 总而言之 这篇文章 一定和钟向辉脱不了干系 钟向辉 这个人我知道 是不是就是现在的 新城市公安局局长 对 没错 就是他 那这么说 昨天的命案 也和他有关系了 是 就像文章中说的 昨天那两个人都是他击毙的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 有没有做一个详细的调查 枪不是随便开的 他居然在高速公路路口大庭广众之下 开枪打死两个人 你们就没有进行调查一下吗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有没有对他或者是别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他有没有防卫过当的 这些都是可以调查的吗 梁敏生侃侃而谈说道 在梁敏生的指点下 贾文明渐渐地捋清了整件事情的脉络 柯市长 您现在有时间吗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 有些事情 我们要商量一下 贾文明给正在办公的柯正清打了个电话 柯正清接到电话之后 明显的疑愣 因为他不知道 贾文明又要出什么门额子 而且 这种事情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贾书记您稍等一下 我这边工作处理完之后就过去 行 那我等你 是关于钟向辉的事情 虽然柯正清没有问什么事情 但是贾文明还是向柯正清透露了一点 想和他商量的是关于什么的事情 行 那我待会儿就过去 放下电话 柯正清心里一紧 但他还是给钟向辉打了个电话 刚才贾书记让我去市委办公室一趟 说是有些事情需要商量一下 还透露说是关于你的事情 你觉得会是什么事呢 柯正清问道 兵来将党 水来土屯 我想可能是和昨晚发表的文章有关吧 钟向辉猜测道 该来的终究会来 就这样吧 我去市委和他见了面之后再说 柯正清嘱咐钟向辉一定要稳住 不管发生 什么事情 自己不能乱了阵脚 如果自己乱了阵脚 就会给对方以可乘之机 半个小时之后 柯正清走进了贾文明的办公室 贾文明和柯正清含暄了几句之后 就朝着赵光琳使了个眼色 赵光琳把手中的平板电脑放到了柯正清的面前 并且打开了昨天晚上掀起轩然大波的那篇文章 柯市长 这篇文章是昨天晚上发表的 对我们市的形象非常不利 赵光琳解释道 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柯正清打断了 对于宣传方面的事情 我们都是门外汉 怎么没有叫宣传部门的同志过来一起商量呢 钟向辉看了看周围说道 赵光琳被问得一愣 不由地看向了自己的老板贾文明 柯市长 事情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现在宣传部门已经掌握不了大局了 这篇文章传播得很广 影响极坏 而且我们已经初步锁定了 写这篇文章和发表这篇文章的人 今天把你请过来 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如何处理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 贾文明不愧是老油条 几句话就给这篇文章上纲上线了 贾书记 你说的影响机会是指哪方面呢 这篇文章是虚构的吗 有没有事实依据 柯正清问道 这么说你看过这篇文章了 贾文明皱眉道 来的路上 听司机说了那么一嘴 我就打开手机看了看 发现这文章写得还不错 有事实有根据 而且也没有胡编乱造 虽然对我们市的形象有些影响 但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吧 我倒是想知道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有这样的文笔 我真想把它调到市府办秘书处 专门给我写文章了 柯正清不苟言笑地说道 柯正清的态度 让贾文明和赵光临都有些吃惊 甚至柯正清都在猜测 这篇文章背后的指使者 很有可能是坐在自己面前的柯正清 一想到这些 他的心里一下子就被堵满了 但是贾文明就是贾文明 他还是新城的市委书记 在新城还有说一不二的权利 所以不管柯正清怎么样为文章的作者辩解 他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 从什么渠道发表出去的 会有专门的人去调查 但是我想说的是怎么样挽回我们市的形象 那毕竟是两条人命 所以我建议成立调查组 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调查清楚 尤其是钟向辉在开枪之 前 有没有想到可能会给周边群众造成伤害 而且据说对方的手里还有我们的一名女民警 在这种情况下钟向辉都敢开枪 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很大 贾文明侃侃而谈 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成立调查组 而且是针对钟向辉的调查组 我不同意成立什么调查组 而且我认为钟向辉没有问题 而且在死者的车里发现了大批的毒品和枪支 这就说明钟向辉开枪是没错的 如果他不开枪的话 等到对方开枪 死的可能就不是我们的民警 而且还有可能是周围的群众 等到贾文明说完 柯正清一口就回绝了他的提议 柯市长 你想过没有 如果不成立调查组 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 那么 将来网上如果有不利于钟向辉的言论 我们可就没有办法替他澄清了 贾文明威胁道 其实这件事情也很好理解 钟向辉可以写文章 通过非正当手段发表到网络上 给谢广海造成压力 那么谢广海也可以请其他人写文章 发表到网络上 当然针对的肯定是钟向辉 所以 贾文明才会这么说 仿佛他站在一个中间立场的位置上 但是柯正清不这么理解 他觉得 贾文明就是在针对钟向辉 事实上也是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